學樂器的人他們會花很多時間 在怎樣把一首歌拉好 怎樣把節奏拉得很準確 怎樣表達情感 全部都是跟你拉奏 你彈奏的時候有關的 但是彈奏之前和彈奏之後要做的事情 是很少有先生說的 甚至樂手自己都沒有留意 我在orchestra 經常都會和一些 singers 合作 或者一些演員 或者舞台劇的藝術師 我發覺有一件事是很不同的 除了他們跳舞和唱歌之外 他們是很重視怎樣出場 和怎樣借幕 我們學樂器的人是從來不會說這件事 好像沒有需要說 沒有必要說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去參考其他的藝術師 跳舞的藝術師 唱歌的藝術師 其實由觀眾看到你那一刻開始已經是一個表演 所以你出來的時候 你給一個什麼感覺 給一個什麼印象給觀眾 其實這也是表演的一部份 singers 他們借幕的時候都是練得很仔細 第一次鞠躬是什麼人出場 第二次鞠躬也是什麼人出場 最後那一次可能是導演 或者是那個編舞 或者是什麼人出場 然後出場的時候 其他演員就要怎樣給一些位置 讓那個導演 或者是那個編舞的 編舞家 或者是可以站在中間 或者是怎樣 玩樂器的樂手是應該學一下他們 剛才說過這個是表演的一部份 亦都是你能不能夠跟觀眾有一個共鳴的一部份 觀眾未必是從你的表演那裏 可能你不是一個主角 你不是一個soloist 你不會拉到什麼東西是觀眾是聽得到的 但是在你借幕的那一刻 很可能你會站起來 你站起來面向觀眾 那一刻觀眾對你的感覺是特別強烈的 那你如果表現出來的態度是 投棋的話 很麻煩的話 即使你拉得多好也好 觀眾所記住 在他離開音樂廳的那一刻 他真的會記得 哇有沒有搞錯 那個葉兆熙 謝幕的時候 完全都沒有離神器 如果這件事是 給觀眾記住 然後離開音樂廳 都是有這個感覺 你說多可惜 我想沒有人想知道 一個artist 是 很假 或者是很不在乎 不在乎別人的想法 不是很在乎觀眾 又例如 如果一個指揮 在借幕的時候 剛剛拉完一首 Symphony 他通常都會視乎 那些 Winds的樂手 吹 Bras的樂手 Percussion 或者是樹琴 那些樂手去起床 如果指揮 叫你起床 那你就馬上立刻起床 我最不喜歡見到的 我相信也沒什麼指揮 喜歡見到 如果叫他起床 跟著他就會 我 用一個極緩慢 好像灑太極的速度 慢慢起床 失禮 很失禮 如果在芭蕾舞團 或者在一個話劇團 有這些情況出現 肯定第一時間 那個導演 是會叫著這些artist 喂 你待會完了之後 我到你後腿 你等我五分鐘 我有些話跟你說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Orchestra 是沒有這個文化 是不會有人 我完了這個show 之後 大家停下來 去檢查一下 去檢討一下 剛才拉得怎麼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用樂器 是不習慣去表達 或者覺得 我表達就會很傷感情 很影響大家的合作 所以大家都 都不會說的 不會特意拿出來說的 剛才說 表演 是你一出台的那一刻 已經是一個表演 有很多 樂手 他們整場 可能就只等 一首Symphony 的最後兩項 是吹幾個音 大部分的時間 是坐在那裡 OK 你坐在那裡 但是 你是坐成怎樣呢 到底你是 這樣 躺起來這樣坐 還是 你是正襟危座 你的腰是否直的呢 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 你問我 我都是覺得 是表演的一部分 不管你的功力有多好 如果 你坐的姿勢 是這樣的 別人已經是不想看 如果你令別人不想看的話 怎麼會是一個 好的演出呢 如果是這樣 別人就回家 聽CD算吧 有一個好朋友 Line Channel 他說 我不會特地去 在視覺上做些什麼 我覺得好像做Show 那樣 但是我想跟這個朋友說 你其實真的是做Show 其實你如果做出來的東西 跟音樂有關 是發自內心的 那為什麼不做呢 你坐好一點 或者你很專注 很集中 很投入 你身體有適當的 動作 是因為旋律的 那有什麼問題呢 不是全部人 去到音樂廳 就閉上眼 不是閉上眼去表演 去一個音樂會的 不是每個 觀眾呢 每個 買入場券的人呢 他們都可以坐到一個 最美的位 最頭的位 那 音樂 怎麼能夠讓 坐最後排的觀眾 都感覺到呢 你只是靠那把聲 所以是需要 音樂 加起來 你在台上的一切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 表演的全部 然後呢 我這個朋友呢 他又會說 不是哦 我看到哪一個 幾十年前 黑白片的 哪一個 大提琴家 他完全都是 動都不動啊 然後哪一個 又動都不動啊 有哪一個呢 他覺得呢 動得很厲害的那些呢 就 是完全沒有音樂的 是一場show 是有這樣的 artist 是 是很花巧 但我絕對相信 哪一些 artist 是很花巧的動作 而是沒有必要 哪一些 artist 有動作 但是你覺得是 能夠 令你更加明白 那首 曲的 你是分得到的 那你不要學那些 很浮誇的artist 啊 我也都不覺得是 動都不動的artist 那些就等於好 是不是 沒有這回事的 有時候是 你沒有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 人家少了一件事去明白 一首曲 你看Vianna Feel Harmonic 他們的樂手起來的時候 他們不是向著觀眾 他們是向著指揮 到底 樂手 是不是要向著觀眾呢 還是 真的應該向著指揮呢 因為是指揮代表 orchestra 指揮是 才是 表演的人 我們其實 orchestra 是指揮的 就是 make music 的工具 不用我們很奇怪的 這樣 起完身之後 再90度 就是我們向著觀眾 但是鞠躬的 又不是全部人 鞠躬的 只是指揮 就是指揮代表 整個orchestra 那指揮代表 整個orchestra 那為什麼orchestra 還要向著觀眾呢 還有 如果你是樂手 你坐first violin 其實坐哪裏都是 但是尤其是 如果你是坐很近 那個觀眾席的樂手 請你 起床的時候 不要 搞自己 的衣服 休息自己的褲 我不是說笑 我真的見過有樂手 是起床的時候 在休息 你只要切身處地 你換一個角度 當你自己不是樂手 當你是 在台下的觀眾 你會想見到 Vienna Philharmonic 的手席 起床的時候 對著你 在休褲嗎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為什麼 為什麼身為樂手 你會做這些 很無謂的動作 你不搞件衣服 或者不休褲 會有 有些突發的事情發生 我亦都見過 有樂手起床的時候 然後呢 那隻手呢 就 摘起 摘起 腰後面 這樣又是 對我來說 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 你給人的感覺 是很 冷靜 是 好像 置身事外 那樣 沒有可能 你拉完一首 Symphony 拉完一首 Schulbert Symphony No.9 千多個小節 你可以這樣 氣定神閒 把手放在後面 那可能你問 劉潔起 這樣放在哪裏才對 適合你心水 大家如果有看我表演 我的手就是這樣 什麼都不要做 垂下 然後左手拿著琴和弓 然後呢 眼望邊 那這件事也是 曾經一個跳舞的藝術師 是跟我講的 他說 你起來 你就是望向觀眾 你不用 特意找一個人 去看著 你不用 你只是看遠處 你不要很 就是 雙眼無神 那樣 有很多 樂手呢 可能會覺得 我講這件事 是 可能他們覺得 沒有什麼必要 沒有什麼必要 要特意拿出來講 但是 原來真的不講 是不會這樣做的 或者講了都未必做的 是要從小去學的 你不習慣 或者你不知道 這個是表演的一部份 你就會很 覺得可有可無 很看小這件事 又有些樂手 我見過 他們在 一邊拉琴 在rest的時候 可能當中間有兩個小節的rest 跟著呢 他們就會 望向觀眾席 好了 差不多 還有兩個小節的rest 完了 可能還有兩拍 跟著他才會 望回那份譜 這些也是很干擾的 你有沒有見過 一個演員 或者一個跳芭蕾舞的 藝人 他在跳舞的時候 是無端端望向觀眾 是沒有意思的 又沒有表情的 望向觀眾 好像想查一下 觀眾做什麼 跟著才看 他跳舞的partner 你都沒有的 你是需要有一些說話 你是想跟觀眾有交流 你才會望向台下的 觀眾的方向 不是可以隨便看的 我在想 如果 我在觀眾席 我看到有一個藝人 無緣無緣無故望過來 他望來幹什麼 你望我幹什麼 你顧好自己 你拉 你拉 拉你的音樂 我不想看到你望我 你為什麼望我 你又不是在那裡鞠躬 又不是借望 曾經有一個 首席 拉得很好的 小提感家 但是他正正是做了這件事 很喜歡這樣扭轉身 在那裡望台下 可能不是很多人有我這麼大的反應 但是 我覺得是很干擾的 我不知道 大家會不會想我多說一些 關於在樂隊裡面的壞習慣 可能每一件樂器 我都可以很久講 要做什麼呢 是很空泛的 就是說要專業 要喜歡這首歌 要怎樣 是很空泛的 但是如果我可以說出來 很仔細 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好像是比較實在 如果我們記住 有什麼不好做 其實做相反的 就是你應該要做 我希望今集 是多少可以給大家去 我想是 想一下 怎樣令你的演出 是圓滿一點 如果你的表演是普通的話 最低限度 如果你是一個很敬業熬夜的人 你沒有犯這些錯誤 觀眾記得你 都會記得 我覺得他是 從頭到尾都是很努力 想給一個好的印象 觀眾 他都會記得這件事 如果你又拉得普通 而這件事 你又不是很在乎 你不是很在意觀眾 那 無一可趣之下 那 就不是一個好的演出 我怕就是